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于正生、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党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 十八时许在欢快的迎兵曲乐曲声中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步入宴会大厅 同一千八百余名中外来宾欢聚一堂 招待会在威武雄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致住就词 常万全说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九十年来 人民军队和平之师 正义之师 威武之师的形象从未改变 常万全指出 全军和武警部队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决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招待会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向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 八一勋章获得者 军队英雄模范代表 老战士代表敬酒致意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